加萨一辆轿车看到前方乙军坦克立刻掉头 没想到还没掉头就遭到坦克炮击 现场冒出浓浓黑烟 而以色列国防部长今天也表示 必须让那些杀害无辜性命的人付出代价 显示出以色列将扩大地面攻击 根据以色列军方披露 过去24小时内 以色列已经攻击超过600个哈马斯目标 而且在数百次空袭中 杀害数十名哈马斯武装分子 以色列坦克在建筑物之间移动 士兵拿着步枪瞄准目标 而以色列国防军机在地面部队的引导下 袭击哈马斯的中继战 里面有20多名哈马斯武装分子 同时还有多处基地被击中 包括哈马斯的藏身处和军火库 显示出以色列已经展开 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地面攻击 不过以色列除了要清除哈马斯外 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救出人质 以色列军方公布最新消息指出 以国部队在加萨走廊执行地面攻势期间 救出一名遭到哈马斯挟持的以色列女兵 这位军人名叫梅吉迪西 在10月7号被哈马斯挟持为人质 他获救后身体状况良好 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则表示 绝对不会停火 纳坦雅胡誓言为了营救超过230名人质 会奋斗直到赢下这场战争 而且声称以色列军队正全力避免 加萨走廊平民出现伤亡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